为了迎接学校百年校庆 并邀请校友在1月8日当天能够回娘家 北山国校日前在校长的带领之下 进行采接宣传活动 希望借由小朋友们的宣传 邀请毕业的校友能够回到学校 共同庆祝建校百年的喜悦 北山国校创校100年了 我们为了祈求百年校庆活动 能够一切顺利圆满成功 也把这个好消息告诉我们的社区居民 邀请大家一起来参与校庆活动 所以今天特别办理了祈福采接活动 我们也结合当地的宗教信仰中心南天宫 全校师生在南天宫前面 做了一个简单的祈福仪式 之后我们全校师生跟着前倒车 一起到街上进行采接活动 邀请所有的校友回娘家 为了学校的百年校庆 老师以及学生都积极做好准备 不仅安排许多才艺的演出 也有珍贵的老照片展 希望与毕业的校友 一起回顾学校的历史 联系学校与社区的情感 嘿同学 拜拜 我们就来安排 每天我就告给你知道 我们这一次百周年校庆 大家都很期待 小朋友都以很雀跃的心情 来迎接这个活动 我们已经做好了准备 我们的舞蹈表演 国乐表演 甚至我们的创意进场 都非常的精彩 这次百年校庆 我们有准备了很多活动 和照片展 很热闹哦 分享了 副医长潘一泉肯定 北山国校兼校百年来 各历届校长及老师的努力之下 为国姓香培育许多优秀人才 也欢迎校友们 在1月8日百年校庆这天 一起回娘家分享喜悦 记者陈伟一国姓香采访报导